全油管最快新闻,今天,湖南省陈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春生受贿一案。 指控显示,从2001年到2022年期间,李春生利用担任多个职务为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务近8000万余元。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李春生及其辩护人进行了制证,最终李春生认罪悔罪。 庭审结束后,法院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此次庭审吸引了30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旁听。 这是一起重大的受贿案,涉及到一位原副主任级别的高官。 李春生利用多个职务为他人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务近8000万余元,数额巨大。 在庭审中,李春生选择认罪悔罪,展现了一定的悔过态度。 不过,案件仍需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 此次庭审吸引了大量代表和群众旁听,显示了公众对于反腐败的高度关注。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